我叫张子和Zack 之前在字节跳动 剪映团队做Windows和Mac的产品经理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我纠结 挣扎 痛苦了很久 前段时间在大厂裁员 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我又一次选择了辞职 但这一次内心是比较平静的 并且对于未来是充满期待的 我的工作内容是打造一款 适合自媒体人使用的 视频剪辑创作的工具软件 接受这个offer 其实并不是因为着急用钱 或者是大厂的发展机会 而是因为我自己 也是一名热爱视频剪辑 内容分享的创作者 我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 更简单低成本的创作出 自己想要去分享表达的内容 让互联网上充斥更多 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 工作我非常的喜欢 周围的同学也非常的优秀 业务也有很多上升空间 公司的福利也不错 但这次离开 其实主要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工作之外 我没有任何的时间精力 去探索挑战 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更可怕的是 我感觉每天去公司 就是在浪费生命 自己在不断的退步 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有人认为生职加薪 买车买房 结婚生子 那就是更好的自己 更成功的人生 但生职加薪买车买房 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 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因为他们都没有办法 和生活的幸福度 去直接划等号 在我之前的视频中 其实有提到 我对于幸福的定义 其实有三块 健康的身体 清醒的头脑 加有爱的家庭 我希望自己在有限的生命里 每天都可以抽出时间 来去做这三件事情 但当我发现 每天下班回到下之后 基本没有任何的时间和精力 在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当我发现自己因为久坐熬夜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时候 没有什么时间和家里人沟通交流 越来越少的时候 以及当我发现 自己抛弃了多个 坚持了多年的好习惯之后 例如每天早上早起去自习 每个月给自己写一封信 都让我觉得 自己和理想的生活和幸福 渐行渐远了 所以大概从去年六月份开始 我就一直在思考 自己离职之后能干什么 能去哪里 能做什么 而当你的理职计划变得越来越清晰 成熟的时候 提出理职就变得非常的平淡无奇了 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了996 双休加假期其实还是蛮爽的 但其实每一个工作日 自己的日历都被安排的满满的 每一个时段 可能同时会出现两个或三个会议 从早到晚 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回到家之后 其实自己的精力已经被完全被耗尽了 只剩肉体没有灵魂 我也有去尝试着和这样的状态去做对抗 比方说在年初发布的这个东斯艾乐的说唱视频当中 就是我从去年五月份开始 历时九个月 一点一点熬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我发现我是可以创作出优质作品的 但是它的过程非常非常的痛苦 因为每天晚上回到家之后 我都非常反人类的 逼着那个筋疲力竭的自己 再去工作到半夜凌晨的三四点 我的热情也在逐渐的丢失 甚至还卷到了自己的家属 全家人跟着我一起熬夜 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 如果我想要兼顾工作 和自己对自己的高标准言要求 那么就一定会破坏幸福公式中的健康和家庭 除此之外 也许是我比较敏感 或者是我想了比较多 在休息时间 我也没有办法得到纯粹的休息和放松 前段时间Steve一期节目总结的很好 内卷的产生是因为 大家认为如果我做了A 那么就会被这个组织公司认为是好的 那进而升职和加薪 那么反而如果我不去做了这些事情 燃烧自己相同的时间精力 就会被认为是不好的 不对的 做到我身上呢 我的感觉就是每次当我请假 甚至是请病假的时候 或者是晚上早走一点 去运动一下的时候 内心里面自己就会给自己这种压力 你就这么早走了 别人还在加班和努力 周末即便你请假了 你就真的不回复消息吗 工作就不用开展了吗 其他同学主动在公司加班 你就真的不看消息不回复不配合吗 我其实并不是看不惯别人比我更加努力 带动着推动着我更加努力变得更好的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我反对的是一些人明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好的 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 他还依然这样的去扰乱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这种极左不易故事与人的态度 但慢慢的我发现自己也变成了在深夜去爱得别人 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打别人电话 扰乱别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我已经成为了我自己非常非常讨厌的人 对于我来说呢 做一件事情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要么就不要开始不要做 但是每一天自己承受这种心理和道德上的这种谴责和内耗 是最痛苦的 在和一些朋友的聊天当中呢 我发现大部分人对于离开大厂辞职 有很多不确定性 缺乏安全感 原因呢 我觉得还是自己对于想要的生活方式 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和想法 还没有机会去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 我觉得过去一两年 我最大的改变就是通过互联网和身边朋友的介绍 认识到了这个世界上 除了互联网打工人以外的 这样一群作者自己喜欢的工作 每天过得非常开心的人 他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 饱含热情和期待 同时也舍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来去坚持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精彩 前两天我在YouTube的一个996的纪录片下 看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评论 他说 Your job is to pay for the type of lifestyle you want to live It should never consume your life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well-being are what's important in your life 工作赚钱是为了我们可以支付得起 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它不应该去消耗或浪费你的生命 你的健康、家人、朋友 还有你想做但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 这些都是更重要的 经过上千万年的进化和淘汰 那些喜欢冒险 总是喜欢探索挑战的那些物种 可能都已经被优化掉了 存活下来的人类 基因当中默认就会去选择安全和稳定 但时代不同了 我们对基础的需求医疗、温饱、教育都被很好的解决了 基于了我们最好的机会去成为时代的影响者 所以我认为当我们的温饱满足的情况下 自己和家人的身体还健康的情况下 都应该去大胆的选择去挑战和探索 那个内心中间未知的自己 朝着自己理想和梦想的方向去努力 这样在我们老的时候可能才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 也就是回答一个问题 你是否可以接受自己从零开始 从一个高中刚毕业、大学刚毕业的情况下 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待自己的人生 对我来说呢 站在29岁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我非常幸运自己有这样的自由去做这个选择 并且愿意承担他所带来的所有的最坏的结果 其实在两年前的罗斯视频中间 我有提到自己会更加在意 是否能够长期持久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上一次的离开也是想看看自己还有哪些机会和选择 那几个月做了付费的课程 户外徒步账号也刚刚起步 一切似乎都慢慢地走向正轨了 但临时来的这样的一个offer的诱惑 就打乱了全部的计划 这次相比两年前的离开 我觉得自己想得更加透彻 并且肯定 离开后的计划也安排得满满的 相比大厂里其实我的压力更大了 但是我的状态却变好了 至少每天早上我是怀着激动的心情 开始一天投入到每一天的工作当中 每天晚上是恋恋不舍地结束我一天的工作的 而不再是像一个行事走肉般被别人支配的生活 所以6月呢 我会把之前一直想做但一直没有时间做的视频 全部都做完发不出来 并且开始共创教练的课程的学习 7月迎接自己的第一个高海拔攀登 海拔7546的穆斯塔格峰 已经为这个准备了半年了 8月会启动组建一支价值观契合的小团队 持续去迭代我付费课程的体验 同时会开启一个新的内容栏目 我希望去跟拍普通人一天从早到晚的生活 记录这些不同行业下 都工作得非常开心的人 他们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其实呢 会以Vlog加纪录片这样的一个视频形式呈现 同时还会有一个播客版本 是更深度的聊天访谈 以及它给到我们这些从零开始的入行的一些建议 我希望这样的内容可以帮助到我们现在这些对于行业现状非常的不满 但又不知道自己该从何开始的人一些指导和参考 再往后的规划呢 在这里就不提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年初给自己写的今年的一个计划 我希望可以在接下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面尽量去完成里面的大部分内容 目前离职之后呢 我就真的没有稳定的收入了 所以每一个内容现在是真的需要大家去点赞收藏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 可以保证的是呢 我还是会不断的提升视频的质量 并且以10年之后回来看这个视频还有价值这样的标准 去做接下来的每一个视频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最适合的生活方式 Life is a draw Love it, live it Love it, live it, live it De finito Esto solo Sino Esto solo Esto Sino Esto Esto Bu Metro